引水人因为通知筛检都没理 除了高雄市要罚最重30万元 航港局也开罚了第二笔20万 引水人最多挨罚50万元代价 但是迄今到现在依旧惨淡 扩大筛检还封向是20年来最凄惨过年 但市府还在宣传台湾灯会在高雄 一个高雄两个世界 让迄今居民真的很万谈 高雄确诊的引水人案19244 因为五次被通知要筛检都没理 结果确诊 卫生局最重可罚30万元 现在航港局再罚一笔 依商港法开罚20万元 两罚加一加引水人恐怕要付50万元罚金 不过引水人的精英定序还迟迟不出来 感染源就找不到 但看看迄今平日空荡荡就算了 过年期间人少得可怜 疫情爆发后天天都在扩大筛检 甚至还有巷子整条被封 无人进出远景站岗宛如空城 相较于台湾灯会在高雄 市场宣传卡金来 让骑进居民感觉又双标 整条路都没有人 过年前已经叫了很多那个货 刚刚他们那边都没有疫情 人家觉得都不敢来骑进 看看前几年各县市主办的台湾灯会都急爆 屏东涌入1339万人次 南投1182万人次 高雄灯会今年估计也会破千万 灯会场地爱河魏武营都好热闹 迄今的冷清汗困境让议员也看不下去 高雄市政府做强力的宣导 希望全台有更多的人可以去高雄看灯会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们也感觉到不声唏嘘 迄今的民众冷暖自知 市政府只注重在灯会的宣导上面 却不重视他们的名声 当然是比较不足当天 比较太熏成 这些人多就是会有造成那个破口 奇迹20年来最凄惨过年 高雄却一边宣传超豪华灯会 一个高雄宛如两个世界 看在奇迹人眼中感受好凄凉 记者杨氏无高雄报道